今年年宵攤位和神香風車檔位的鏡頭激烈 鏡頭價平均都比去年高 當中年宵攤位最高鏡頭價是25,100元 有連續兩年鏡頭,年宵攤位人士說 雖然鏡頭價比去年高了三成 但亦有信心能夠賺到錢 李國賢講下 今年一共有69人參加年宵攤位鏡頭 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 第一個在議事亭前地的攤位鏡頭相當激烈 更加以全場最高價25,100元成交 張先生就用了23,000元投得9號攤位 上年投同一個攤位的時候 只是用了14,000元左右 雖然鏡頭價格上升了很多 但亦都有信心可以賺錢 提高了很多,高了30%以上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可能是那些人本身有錢了 他們想嘗試 我覺得比較難做的感覺上 不過都挺好的 良好的,良性競爭 亦有鏡頭者說用18,000元都投不到 我覺得OK了,經濟這麼發達 去到2萬元都差不多 你自己預算呢? 我預算是18,000元,但還是投不到 好 議事亭前地的連銷攤位 最高和最低的鏡頭價格 分別是25,100元和17,900元 今年民主亦都增加了友誼廣場的連銷市場 有6個售賣蓮花攤位 以及2個售賣小食和飲料的攤位 鏡頭價格由1,000元到1,400元 亦都預留了一個攤位 給非牟利機構售賣手工藝品 另外在農曆三十至年初七期間 馬國神香風車檔 鏡頭價格平均都比去年高 最高和最低的鏡頭價 分別是8,600元和4,800元 陳先生上年用最高的價格求賭攤位 而今年就是用最低的價格求得 今年經濟好再有沒有信心? 很難說的 經濟好很多人不拜神的 沒有錢是拜神的 而今年所有投得攤位的人 必須即場用現金、本票或支票 繳付部分或全部的鏡頭款項 所繳付的最低金額 是根據過往鏡頭中位數而定 由1,000元到5,000元不等 う… 然後… 遇到1,500,000キä 投票無限 在1,500,000塊 全市在2,100,000塊 成績、達7,500塊 打算,仲lang、1,300,000塊